这个神桌也真的是很神奇 我们追踪这家号称是小活活的店家 发现说其实号称梅花大师的这家算命店 三年前的时候就曾经被媒体报道过 而且当时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现在呢他们改了一个地点重新来经营 这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算命方式 教授就说了 像是哪有这个活活自己这样子随便自己认证的呢 根本就没有过 号称小活活的选拔活动 三年前的这段画面曾经被媒体报道引发争议 只不过同样的梅花大师当年9岁 今年已经13岁 换了地方从台北县搬到台北市 我们的培养计划是33年的计划 33年后我们是要送到四川重庆去的 所以他的任务就是第一个 他未来中国大陆他会改国号 第一个他国号会先改 第一个他国号也会变更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会过去以后 没有他会协助那个中华民国的政府 改国号是改成什么 会改中华民国 仔细看他们的收费明细 问一件是100元 婚姻配队250 刀疗体验220 对外的营利事业登记镇上 登记的却是大卫营领袖训练营 宗教学者说这种教派听都没有听过 重点是活佛也不是随便人说了算 不过以他们的这种所谓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使命 要把各个宗教把它统一种种 事实上是不符合 现在目前普世宗教的一个发展的期视 三年前就曾经引发争议的小活佛 再度重现江湖 改了地点换了招牌 却是相当令人争议 中文新闻 正宗黄一菊 杨一蒂 台北报道 这种伊斯文响鬼 也许 这种伊斯文响鬼 克东